近期国足新帅李肖鹏将会宣布新一期国足大名单 而在这份大名单当中几乎没有意外的就是蒋光泰 而除了蒋光泰之外 三名规划国角艾克森、阿兰和洛国富大概率不会被李肖鹏征兆 不过除了蒋光泰入选国足以外 媒体爆料还有两名规划或许会得到李铁的征兆 众所周知 目前只有蒋光泰一名规划球员随队出战了广州队第二阶段的联赛 所以他的身体状态是李肖鹏最了解的 而艾克森等三名返回巴西的规划球员 他们已经无法赶上新一期集训 就算是他们直接赶上正赛 但是他们的身体状态李肖鹏无法确保也无法信任 不过李肖鹏对于规划球员还是非常信任 此前李肖鹏就亲自与蒋光泰进行谈话 希望他能够留下来在春节期间继续为中国队效力 出战于越南队以及日本队的比赛 据悉蒋光泰与李肖鹏聊得非常不错 李肖鹏本人的态度也非常诚恳 所以李肖鹏还是看中规划球员的实力 他们的加入确实然中国队的实力有所提升 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出场更是有肉眼可见的变化 在其他三名规划无法征兆之后 李肖鹏还看中了其他两名规划球员 那就是李可和费南多第一期集训 这两名规划或许会加入大名单 费南多在规划完成之后 一直没能够为中国队出战 本以为这是中国足球最失败的一次规划 只是中国队出前 但是规划却不出力 希望李肖鹏真能够给球迷带来这个惊喜 让费南多穿上中国队球衣 为中国队出战 感谢观看